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8月17日 星期二 欢迎来到财经的夜 今天这期节目呢 主要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塔利班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阿富汗的局势的情况 我看昨天开始啊 阿富汗的首都坎布尔 可以说出现了那种末日逃亡的景象啊 确实是非常惨啊 也是非常让人绝望 很多人为了赶飞机啊 丢掉了性命 可以说还是挤不上去 同时啊 结合中国的闭关锁国的情况 来谈一下中国的局势 和个人的财产和人生的安全问题啊 目前呢 塔利班政府可以说 已经是全面接管了阿富汗的政权 美国花了20年的时间呢 投入了1万亿美元 建立起了阿富汗政权和政府军 在一夜之间呢 就崩溃了 做鸟收散 可以说是如此不堪 也确实大大超出了 美国政府和全世界的预料 算是美国情报界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失误 两个月的时间啊 塔利班就席卷全国 占领了所有的地方 速度啊 太快 搞得美国撤军呢 也是相当的狼狈 可以说 很多新闻工作者翻译 以及帮助过美国政府的阿富汗人呢 都没法及时撤离 可以说很多人就是等死 还有大批的美式武器和飞机也是懦弱了 塔利班的手中 就是说了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 塔利班就已经迅速的占领了首都 康布尔和整个阿富汗 那么这个惊人之举啊 在全世界也是引发了强烈的反弹 美国的反应呢 只是派出了美军6000人到阿富汗 保卫机场的安全 协助美国以及友邦人员安全撤离阿富汗 可以说也是非常被动啊 拜登政府呢 在执行撤军时啊 我认为是犯了一个一系列啊 不是一个一系列严重的错误 可以说是狼狈不堪 损害了美国的形象和软实力 确实让全世界非常失望 美国在阿富汗的民主实验呢 最终是以耻辱性的方式落寞 即便是撤军的方案早就定好了 但是啊 撤军撤得这么狼狈 丢亏弃甲 我觉得确实非常少见啊 您问我 我就觉得非常看不下去啊 拜登政府当然是难辞其咎的 我看到过一些美国的军机 最后撤离阿富汗机场的尽头 可以说又是一场越南西共事的大亏败 机场里面呢 急慢了想坐飞机离开的人 很多人从悬梯往上往飞机上爬 一张照片就显示了 原本只坐不到200人的美国的C-17运输机 硬是超载坐了600多人 可以说把飞机里面的座椅全部都卸了 更震撼的照片是有两个阿富汗人在飞机起飞之前呢 抓住了飞机的轮子跟着飞机一起起飞了 然后呢 在半空中呢 这两个人掉下来了 可以说粉身碎骨 那么这个画面也是被镜头给拍到了 确实就两个人从空中一下子人影 从空中坠下来了 那么这张照片呢 今天也是刷屏了全世界 可以想象到阿富汗人对塔利班的到来 有多么的恐惧和绝望 命死要逃离阿富汗 可惜了 他们没有机票 我还看到BBC的一个视频啊 美国的运输机准备起飞 还在跑道上滑行的时候啊 一大群人就围绕着飞机来奔跑啊 非常危险可以说 之前呢 阿富汗有追风筝的人 那么现在有追飞机的人 飞机飞走之后呢 很多人还站在登机的台子上啊 空等 等那些也许永远都不会回来的飞机 据说昨天呢 机场里面死了好几个人 大部分呢 是被飞机的轮子给压死的 不小心啊 这样的场景呢 让很多人是想到了1949年 撤离大陆的台湾的轮船 也是一票篮球啊 很多人是葬神大海 也让人想到了美国撤离越南的时候 很多越南人呢 也是拼死要挤上美国的军舰 还有越南的母亲呢 把孩子往军舰上塞 自己上不去没关系 一定要让孩子离开 可以说这个事情呢 也让很多人同时也想到了 像香港新疆 最近一段时间呢 世界最繁忙的机场 有这么几个 你像喀巴尔的机场 阿富汗人都在抢最后的机票来逃命 挤上飞机呢 可能就会活 挤不上 可能就是死了 确实是生死抉择 还有香港机场 香港人抓紧最后的时间窗口 投奔自由世界 离开一国一制的香港 如果走晚了 可能连香港都出不去 中国的机场呢 也算是比较繁忙 美国加拿大最近是开放了中国留学生 那么大陆的留学生身体啊 都很诚实啊 抓住机会赴美国 赴加拿大留学 还有很多人呢 正在抓住关门后的最后的机会 来逃离中国的海关 最近有不少人呢 都是从中国逃到欧洲 到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的 这样的案例是越来越多 现在 中英联合声明费了 香港沦陷了 当时是震惊全世界 缅甸的政府被军政府给政变了 又震惊了全世界 今天阿富汗的民主政权呢 被塔利班给干了 更是震惊了全世界 极端伊斯兰呢 将在阿富汗复辟 那么难道自由民主法治文明 真的就是失败了吗 这一连串的事件 大家想想确实啊 让人非常绝望 难道美国不清楚这些事件背后的邪恶吗 难道世界真的会滑向独裁和黑暗吗 其实从香港到缅甸到乌克兰 白俄罗斯 阿富汗 委内瑞拉 有时想想确实是非常失望 像很多人说的呀 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 将给世界一些大独裁者提供冒险的机会 台湾会不会是下一个牺牲品呢 很多人关心台湾的问题了 阿富汗政府 对不对 这么扶不起来 不仅塔利班一击啊 基本上很快就干掉了 美国撤军呢 也是非常狼狈 在全世界基本上形成了这一种印象 那么面对强大得多的中共 如果中共真的搞台湾的话 美国是否会挺身而出了 中国官方报刊环球时报啊 发表社论 你是幸灾乐祸 美国不顾一切的撤出计划 展示了他对盟友承诺的不可靠 美国这次失败 比越战的失败 更清楚的展示了美国的无力 他的确像一只指老虎 这是环球时报的评论 他还说了 有台湾专家看得透彻 说美国一直是风声大 雨点小 且关键时候必定的缩手 不少人担心今天的阿富汗沦陷了 明天台湾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阿富汗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呢 否认美国撤出阿富汗 会损害美国的可信度 他说了 我们的大多数的战略竞争对手 希望我们在阿富汗再待一年 五年或十年 但这根本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其实没人说美国撤军不对 是该撤 对不对 所有人都知道 美国必须要撤了 毕竟呢 阿富汗是一个无敌洞 浮起来的阿豆 你美国再在这里再耗二十年呢 他这里也无法完成民主转型 在沙漠里面是种不出水稻的 当然呢 台湾和阿富汗没有可比性 但是如果真的像塔尼班一样疯狂 就是说中共像塔尼班一样这么疯狂的话 真的攻击台湾 美国是否有这样的决心和意志和中共一战呢 现在可能还真的确实不好说 很多人可能动摇了 毕竟呢 当初的国民党政府就是被美国出卖掉了 当然和国民党的腐败有关系 但是美国对中国局势的误判 绝对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这么多年来 因为对中国的误判 培养了这么大 这么强大的一个可怕的竞争对手 美国其实这是他最大的战略失败 这个世界难道真的越来越不堪了吗 美国欧洲注定将成为孤岛吗 有时候想到这些确实很失望 那不是说正义会战胜邪恶吗 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 邪恶反而是节节取胜 美国在节节的退缩 那些冒着粉身碎骨的威胁呢 也要逃离阿富汗的人 抱着 比如说那些抱着飞机轮子人 还有被轮子压死的人 那些没有任何机会逃离新疆的人 还有那些没有护照 很难过海关逃离中国的人 都是这个越来越黑暗的一个时代的牺牲品的 有时想想就是这么回事 那么阿富汗失败的原因 它到底是什么呢 是阿富汗政府腐败吗 是美国强行植入的现代的民主制度 不符合阿富汗这种伊斯兰土壤吗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还是说阿富汗人非常愚昧极端 愿意支持塔利班 融入不了现代文明 还是说中共对塔利班有源源不断的援助 让美国的万亿投资啊 拔水票 那么这些可能都是原因 但是还有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呢 我觉得还是驻阿富汗的一个美国的女军人 她说出来了 她在一个回忆录里面说的啊 美国的女兵关于阿富汗的回忆啊 她说我们拿因素地数数无策 她说的因素地当然就是指阿富汗啊 她说如果放人不管 塔利班呢 就会剥夺农民卖因素的钱去买武器 但是如果烧掉因素啊 农民就会加入塔利班 如果给他们化肥去种粮食 他们就会把化肥卖给塔利班做炸腰武器 对于极度的落后的愚昧地区 目前呢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拯救 20年的付出 看不到任何希望 美国纳税人不愿意再为他们买单了 这是这个女兵的一个回忆啊 可以说这个女兵呢 从这种人性的角度 从自利自私的角度 揭露了这种阿富汗的平民 可能他们才是阿富汗的这种塔利班成长 生长的一种土壤 确实啊 你铲除不了 除非你把这些阿富汗的这些底层的人一起铲掉 我们知道之前逃弹的大多都是托家代扣啊 但是阿富汗逃弹的人 我们看一下画面啊 视频里面大多是精壮的男子啊 基本上很少有妇女和儿童的 那么从这样的场景呢 其实可以看出 阿富汗的政府军呢 为什么会溃不成军 一些没有国家使命感和家庭责任感的人呢 他怎么可能有血性去保卫自己的国家和家庭呢 最终啊 只能是逃避当逃兵 独善其身 他们对待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家人都是这样 那么对待塔利班呢 肯定也是这样 你来了我就跑嘛 独善其身嘛 国家和家人都可以抛弃 那么这样的国家和民族啊 基本上也是没有未来的 这也可以理解 现在阿富汗的局势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阿富汗的政府军 30万的美式装备的政府军呢 为什么不堪一击 溃不成军 当然了台湾不是阿富汗 台湾不是扶不起的阿斗 但是中国会不会是阿富汗呢 我觉得非常像啊 设想有一天啊 美军在从外部不断的挤压 打击中共 让中共退无可退 逼到了墙角 那么只需要国内的民众起来 倒戈一击就可以成事 推倒中国共产党 但是中国的老百姓 是否会起来反共呢 是否有这种勇气呢 还是他们就会像阿富汗的 殷苏地的农民一样 选择和中国的塔利班 苟且交换妥协了 我觉得很可能呢 概率更大的还是后者 和塔利班 中国的塔利班中共合作 大家看看中国国内的亲人朋友 有多少是那些小粉红 战狼自敢武的 都感觉啊 中国很强大 可以和美国分庭抗战 民族自增心 那种自信心爆棚啊 民族主义爆棚啊 认为美国在衰败 中国防疫是全世界最好的 中国的经济很好 月收入2000元 获得比美国月收入3000美元的人 潇洒滋润 认为中国 要不了几年GDP就可以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 中国国内现在很多这种情绪啊 因为美国要沦陷了 在疫情期间沦陷了 对不对 经济衰败 就中国是封禁一边独号 很多人你别说 他真的是自发的是相信这个 你不要觉得他是被迫的说的 很多人是发自内心的 那么这也是目前中国到处都弥漫着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主要原因 脑子天下第一了 你们都要听我的 抄我的作业 极度的自卑和盲目的自大 比如说中国人一直啊 就是在这两种情绪之间摇摆 特别是在中共数十年来持续高压的洗脑和虚假的宣传之下 美国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意识里的亡我之行不死的那种敌人 发自内心的就是抵制你 只要你说你是美国人或者你是从美国回来的 那别人就是排斥你 对不对 就是觉得你不对付 美国打击中共啊 对中国百姓是帮助啊 更可能成为他们更加反美的理由 在他们的意识里面呢 打击中共啊 他觉得就是打击中国 就是打击中国人民 他们根本呢 就没有将中国人和中共区分开来的概念 而是默认了三位一体 这也是中共一直说的他们的基本盘 那么这个盘子可能非常的大 成为中共取之不尽的韭菜收割地 所以啊 在阿富汗这个事情上啊 其实也给了我几个想法 几个感想和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 首先呢 我觉得美国的相对国力啊 确实真的在下滑啊 之前的国民党政府和南越 越南政府啊就不说了 那么这些年呢 被美国抛弃的盟友或者是准盟友啊 确实也是一个接一个啊 你讲乌克兰对不对 格鲁基亚 还有叙利亚的库尔德人 香港 阿富汗 一个个国家啊 有的是被肢解 淋陷 有的是退回到曾经的那种独裁 落后的原始状态去啊 从民主退回到那种独裁 确实让人非常痛醒啊 非常焦虑 美国自己财政负担也是巨大的 可以说他也是无能为年 典型的就是阿富汗 你像美国20年投了万亿美元了 装备出了 政府军居然是这么不堪一击 而且是30万了 一夜之间溃败 很多投降 很多美式的武器直升机啊 都留给塔利班了 政府官员腐败成性 战事了 没有目标 没有斗志 这个当然怪不到美国的头上啊 美国如果继续待在阿富汗 再烧1万亿美元 十年后撤军呢 可能结果也不会不同 更何况了 美国的财政赤字是在恶化 除了印钱自毁长城之外 已经没有更多的精力 去帮助世界其他的国家了 只有先满足 纳税人的要求 先撤军自保再说呀 当然这里面有震荡的利益啊 这是第一个感想 第二个感想呢 就是中国呀 其实也和阿富汗 我觉得是一样的国家 中国的底层人 和阿富汗的因素地啊 也是一样 中国很多人也是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 中共的小恩小惠啊 就可以将他们收买 然后中共非常拙劣的愚民术啊 就可以将他们洗了 把他们变成又红又专的小粉红战狼 一个国家没有内生的反对力量啊 仅仅幻想靠美国的外部力量 来推翻这种极端的政权啊 这种邪恶的政权 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觉得 更不可能实现民主化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民主化 可能也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啊 我是比较悲观一点啊 反正我是感觉到看不到什么希望 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的感想呢 就是移民要趁早 要抓住每一线的机会 今天看到一句话呢 对我触动也是很大 说任何一个你不喜欢 又离不开的地方 任何一种你不喜欢 又摆脱不了的生活 就是监狱 这是肖声科的救赎里面的一句话 这部电影呢 在我出国之前呢 其实我看过好多次 反复的看 每次移民的决心不坚定的时候啊 我就看电影来鼓励自己 来逃离中国这个大监狱 待在没有人权 没有民主和没有法治的国家 其实就是你的人生 最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你的人生 财富 家属 任何一项 如果没有彻底离岸 没有离开中国 你在中国都是不安全的 这话其实我说了好几年 感觉现在呢 说出口啊 我觉得更有底气啊 发生在阿富汗 委内瑞拉 还有白俄罗斯 卢旺达 许尼亚 香港 新疆的人道主义灾难 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们 移民的必要性 文明世界的政客们呢 也是充满了这些狭隘和断视的 他们不会赌上自己的前途 民意和利益 去维护盲荒之地的秩序的 他们不会为了中国的民主化 去牺牲他们自己利益的 说白了就是这样 所以只有你自己去到文明世界的本土 你才可以获得更多的安全的空间 就像是登上了大洪水时期的洛亚方舟 就像是这次阿富汗人呢 拼死拼活 挤美国的飞机啊 我觉得未来的中国人 可能会比现在的阿富汗人更加的绝望 所以我一直庆幸自己移民来到了美国 在这里可以远离恐惧和侵害获得自由 今天看到一个推特是一个朋友在说 说去年有卖房的机会的 有成交的机会 因为价格呢不是太理想 所以他犹豫了拒绝了 连中介后来都得罪了 现在呢他想卖已经无法脱手了 挂了好几个月都没人问一下 说自己可能是报应 我看下面的跟帖呀 都是后悔没有在去年之前卖房的 还有很多庆幸自己在2019年之前卖掉房子的 收入如果放到现在可能根本就出不了手 所以我从2019年甚至更早之前呢 我一直在坚定的劝大家要移民要卖房 必须要卖房 特别是多的房子 现在看来这真的是最后的机会 我知道很多人已经听到我的话 已经卖了 而且劝父母都已经卖了 而且移民 更多的是没有行动的 所以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后悔 不吃最后一个同伴 不赚最后一个同伴了 我不知道真正的有几个人能做得到 很多人还说 你前年不是说卖房吗 现在又涨了 我说对呀又涨了 你能套现吗 你的钱能出来吗 对不对 很多人都是这种 赚最后一个同伴的心理 结果你所有的钱 所有的资产都搭进去 你根本出不了 没有这样的机会的 今天看到的消息 上海非美国的机票 就是商务舱 已经涨到了十万了 留学生还是排队 排一千米多长 非美国在街上排队 所以大家看一看 中国国内一片反美 嘴巴上都在反美 但是身体还是非常诚实的 中国家长还是很精明的 找一切可能的窗口 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欧美去 送出去 现在出去了 以后还可以选择 是否回到中国 你知道有个选择的权利 对不对 你以后如果中国更加开放 当然更好啊 孩子也可以回来 但是 但是啊 如果你现在不出去 以后 中国真的闭关锁国了 其实现在已经在闭关锁国 你护照都不让办了 英语都取消了 小学英语考试 对不对 所以中国一旦闭关锁国 你彻底出不来之后啊 你一辈子都会关在这个严谨地里面 世世代代啊 可能就是建嘉宾沟 走进文革大剧场 基本上都是大概率事件的 你看现在停办护照 停办小学考英语 基本上就是很好的一个苗头啊 根据亲友们说了 现在国内啊 还可以用留学生的身份出境 旅游和商务基本上出不来了 用留学生的身份呢 可以去欧美读书 所以希望那些有条件 离开的孩子们和家庭呢 真的不要再犹豫啊 现在出去百利无一害 为什么要放弃机会呢 即使你判错了 判断错了 以后你还可以回去 但是一旦中国政治经济啊 真的是脆断 萧条 政治啊 大幅度的后退 闭关锁国 那么那种炼狱的情形呢 不会比阿富汗更差的 你看一下阿富汗现在逃离的情形啊 从空中掉下来 抱着飞机的轮子 从空中掉下来 大家想想 这是多绝望啊 多想出去的人 你觉得中国未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其实你稍微阅读一下历史 就知道 杀中国人最多的还是中国人 都是一场场的运动 一场场的战争 泪斗啊 可以说 特别是共产党建政的70年 你现在不出去 以后可能真的没有出去的机会啊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加拿大律所 在中国境内的代表机构 今天借着财经冷眼先生的宝地 做一个商务推广 这两年 很多发达国家 对移民都关上了大门 五大理想移民地中 美国 英国 澳洲 新西兰 移民门槛越来越高 排期也越来越长 只有加拿大 因为劳动力短缺 不仅没有收紧关闭 反而逆势而行 大肆敞开招纳移民 最新消息 加拿大总理Justin 刚刚宣布计划 在未来三年内 为加拿大引进120多万移民 目前移民加拿大 已成为全球疯抢的 诺亚方舟的船票 X3海华西瑞是一家 加拿大本土律所背景的 专业法律服务机构 律所前身是成立于1983年的 加拿大律师楼 地处温哥华的核心商圈 团队有几十位不同领域的 基因律师组成 发展至今已成为温哥华当地 最具规模的律所之一 在中国北京成立了唯一的代表处 十多年间为数千个家庭 实现了移民加拿大的梦想 不同于传统的国内移民中介服务机构 海华西瑞不专魅人头 作为加拿大的律师楼 专注根据客户需求 量身打造移民方案 主要办理的项目有 加拿大雇主担保移民 80万到120万人民币 一年半到两年 全家拿到加拿大枫叶卡 只需要大专以上学历 雅思四分 部分项目还可以免雅思 加拿大投资担保移民 无需经商经业 也不需要资产解释 假设四分以上 大专以上学历 入股成熟稳定的企业 一年半到两年 全家枫叶卡 移民和投资双赢 此外 还有企业家移民 创业移民 联邦技术移民 各省的留学移民等等 几十种移民方式 作为第一个在中国推广 一步到位 雇主担保移民项目的 专业团队 除了移民申请案件 海关希瑞发挥律所优势 为客户提供 投资 创业 税务规划 律师见证 遗产继承 及房产等移民后的相关服务 和很多移民后的家庭 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移民确实有很多的挑战 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 是强者的游戏 但是万事开头难 路虽远 行则至 为了您的孩子 为了财富安全 海滑西瑞 一定圆您的移民梦 扫描视频中的二维码 加入财经冷眼的讨论组 有专家为您一对一的解答 所有问题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的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